你有沒有關心大哥現在心情 對啊 我擔心他身體 但是這麼勞累 前一陣子他身體也是不舒服 加上這種事情 我在螢幕上看到他這樣 是有點擔心他的身體 就是我有跟他先生講 換個角度看也是一種解脫 要不然你化療七十一次 如果一次好那當然是最好 如果不行 這種恐慌會陸陸續續存在 也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當天使了 當然也祝他一路好走 有關心大哥現在心情嗎 對啊 我擔心他身體 但是這麼勞累 前一陣子他身體也是不舒服 加上這種事情 我在螢幕上看到他這樣 是有點擔心他的身體 剛剛也跟家人聊了 轉達我們的質疑 那你萬一可以 現在還能弄時間 你今天看著遠景 那算什麼 也不能說看著他長大 小說是真的我們在余大哥家裡 因為那是秀場年代嘛 余大哥比較好課 也非常照顧我們大家晚輩 所以一般表演員會要到家裡去做課 那時候看著他們家小朋友 直接之後他慢慢長大了 就是從螢幕上看到他 抗癌化療的過程 也是百般不適合 你看七十幾次 剛剛跟家裡聊了 進出醫院就十次了 那種恐慌恐懼是會有的 沒有 因為我想他現在應該很忙 任何事情大家都急著說 有沒有跟某些人通電話 可能現在你也可以想像中 他是非常非常忙 而且他前幾天來 聽說現在已經 已經今天算累倒了 這幾天都連續四天在這邊忙 聽說啦 我對我對琪琪說什麼 唉 就是我有跟他先生講 換個角度看也是一種解脫嘛 要不然你化療七十一次 如果一次好那當然最好 如果不行 這種恐慌會陸陸續續存在 也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當天使 當然也祝他一路好走 睡覺然後就去想到琪琪 然後那個不自覺的眼淚就這樣滴下來 就掉第一次第一次 滴到不曉得我睡著了 不曉得是不是還有滴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就這幾天一直 你說放下怎麼可能放下 一躺下去就已經想到他 想到他自然而然眼淚就掉下來 我也不敢哭出聲音 然後就一直這樣掉眼的 就掉到水灶了 大哥 昨天是晚上放太陽嗎 蛤 昨天 昨天也 也沒有夢到 也沒有夢到琪琪啊 都還沒有來找我 我很希望說 我很希望說 這幾天 我希望他到我夢裡 剛剛還有什麼 娛樂 跟我們講一下 雅平姐 狀況還好嗎 因為張金神 沒說他很小 有一點 對 他也不曉得 也不知道 就是他整個 兩個 兩個腳都 都積水 這樣 我看起來還蠻嚴重的 那你自己的身體還好嗎 我 我還好 還好 前幾天那個 那個 水壓 飆很高 那 昨天 回去 涼了 就稍微降了 一點 比較好一點 剛剛 他那個 不自覺的 眼淚就這樣 滴下來 就 就掉 第一次 滴到不曉得 我睡著了 不曉得 是不是還有滴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 沒有辦法 就這幾天 你說放下 怎麼可能放下 一躺下去 就已經想到他 想到他自然而然 眼淚就掉下來 我也不敢 哭出聲音 然後就一直這樣 想調園的 就吊到睡著 這 你在臨堂都跟女兒說些什麼 蛤 你在臨堂都跟騎騎說些什麼 你說 哪裡 裡面 沒有 我一直就希望他趕快 能 上天堂 他脫離這個痛苦這麼多年 也 也該結束了 你 上天堂去當天使 你 其他的事情 你都不要煩惱 爸爸 一定會幫你處理好 對 大哥 你在裡面 會敢掉眼淚 是說 我 因為 在裡頭 你沒有時間 去想這些事情 因為 來的人 很多 你知道嗎 所以 反正在這裡 反而 比較沒有去想那麼多 回去就一定就會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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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